大家好我是啾啾妹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遠距離戀愛 我跟卡爾是台灣跟香港遠距離 我們戀愛維持了兩年半才結婚 好多baby私訊我 談戀愛分隔兩地很痛苦要怎麼辦 唉其實你問我怎麼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能理解遠距離真的很痛 而且也沒有怎麼辦 只有忍耐而已 當然交往的過程會有孤單 會有看到別的情侶自己心裡酸酸的感覺 但我也很清楚 現況就是這樣 我就算鬧也沒用 都去吵也只會給對方造成壓力跟愧疚而已 但我的確在遠距離中 還是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給大家 可以在遠距離的過程怎麼調適自己的心情 第一點 冷靜的感受對方 很多人在遠距離的時候會感到特別沒有安全感 有時候這種沒有安全感吸激的時候 就會蒙蔽雙眼感受不到對方的付出 這樣對方就會感覺很無力 秘密付出了還是被否定的感覺 雖然焦慮 但還是要告訴自己冷靜很好感受對方 那個你認識的他是怎麼樣的個性 他真的是會做出那種事的人嗎 如果你的答案還是問號的話 你可以感受一下每天他回復你的訊息次數 他主動找你的次數 如果他也是那種會主動找你 會主動想你 那代表他跟你想的一樣 他也很努力的想克服這個遠距離去愛你 那就不要再一直去糾結距離了 因為那已經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遠距離可以是讓你們吵架的導火線 也可以是磨練你們一起撐過的革命情感 就看你用什麼心情去面對 第二點是換個角度想 其實你們也沒有特別不一樣 遠距離的時候很容易自己陷入悲劇女主角的情緒 常常覺得自己好悲慘 好可憐好孤單 明明有男朋友就要自己照顧自己 但我都在安慰自己 其實在近距離的時候 因為平常要上班上課 假日有家人要陪 反而就沒辦法天天見面 所以即使我們是在同一個城市 也頂多是週末約會兩天 而遠距離港台也沒有特別遠 所以我們當時是一個月見一次一次大概是一個禮拜 所以想想 其實我們見面時間也沒有比較少 只是一個分散在每週 一個是集中在一次見一整個禮拜 這樣想我就不覺得自己可憐了 當然距離更遠的baby 像是在美國、加拿大 或者是遠到有時差的那種 我真的非常敬佩你們 遠距離總而很難有共同的話題 完全是靠意志力在撐 第三點是 任何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要跟對方分享 就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分隔兩地 你們的生活社交休閒 完全沒有交集 很容易會越來越沒有話聊 所以我覺得盡可能的 把自己生活的瑣事分享給對方 可以增加話題之外 還可以給對方安全感 像卡爾介紹他的生活 跟朋友的互動的時候 就會讓我覺得 啊 就算在不同的地方 他也會想要把我帶入他的生活 我還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然後就會開始憧憬 遠距離結束之後 我們住在一起 我都認得他身邊的朋友 他工作的內容 他喜歡吃的東西 表面上是分享生活瑣事 但其實裡面包含了他認定以後 會有結束遠距離的一天 有一天你會跟我生活在一起 所以你需要知道我生活周遭 說有事情的那個想法 是讓人很安心的 最後一個我覺得一定要定一個目標 讓你在彈簧的時候知道有個目的 知道現在是為了什麼痛苦 有些人可能是因為讀書 是因為工作到國外 那一定不是長久的嘛 所以當孤單到快受不了的時候 就一起編織美好的未來 聊聊到時候在一起的時候 會怎麼過新生活 是我要過去呢 還是你要過來呢 如果是我過去要找什麼樣的工作呢 假日我們可以去哪裡玩呢 諸如此類的把注意力轉移到未來 讓你在孤單的時候有個精神自助 知道現在這個痛苦是暫時的 不是無盡的折磨 就會讓人家比較好受一點 好啦這就是我這半年來遠距離恋愛的心得 希望對正在遠距離痛苦的baby有幫助 遠距離真的很不容易 有甜蜜有心酸 但這不就是愛情的本質嗎 祝各位遠距離的同胞有幸福的結局 你們還想要看我探討什麼話題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接下來